大家好,我是财马小青 买房选楼层特别容易犯这个选择困难症 这个市面上也流传着一些选楼层的攻略 有些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还有很多大家深信不疑的经验 其实都是谣言 今天我们就来说几个 第一个,楼层越高,噪声越大 很久以前大家都说楼层越高越安静 不知道哪天突然都改口说 其实楼层越高,噪声越大 但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科学 首先噪声大小不仅跟楼层有关系 还要看具体的噪声来源和周围的遮挡物 因而不同的小区,不同的楼 噪声高低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其次,虽然楼层之间的噪声有所差别 但是也只差几分贝 如果不用专业的仪器测量 其实很难察觉到 所以说除非旁边有明显的噪声源 而且距离很近 比如说高架桥或者底商等等 否则没有必要特别考虑噪声的问题 第二个流传非常广的谣言叫做杨辉层 其实杨辉层这个概念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就是一些房产销售编造出来的 他们口中说的杨辉层往往正是最受欢迎的楼层 这样说的目的在于 让更多的人放弃抢手的楼层 转而考虑其他楼层 这样一来那些不受欢迎的楼层 也就更容易卖出去了 第三个说楼层越高 空气越稀薄 紫外线越强 咱们小时候学地理确实这么说过 因为地心引力的影响 所以越远离地面 空气越稀薄 相应的空气对紫外线的削弱能力也就越强 但是这种情况说的是海拔上千米的高度 咱们的住宅一般最高也就33层 距离地面不过100米左右的高度 空气和紫外线强度几乎没有差别 对健康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对健康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